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老人吃什么补血? 老年人贫血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来预防贫血 首先要帮助老年人积极地进食 增加主食和各种副食品的摄入 保证能量、蛋白质、铁、维生素B12、液酸和VC的供给 提供人体造血的必需的原料 另外要合理调整膳食结构 一般来说动物性食物中铁的吸收率比较高 维生素B12的含量也比较丰富 因此推荐老年人要适当地增加动物性食物 比如说鸡肝、猪肝、鸡血、鸭血、猪肉、牛肉、羊肉等瘦肉的摄入 另外水果和绿叶蔬菜中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C和液酸 也可以起到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的作用 只有把造血的原料补充好了才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 当然如果贫血比较严重 可以选择铁强化食品和营养补充剂 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可有效地促进铁的吸收利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贫血的这样的老年人应该注意 进入浓茶和咖啡 因为浓茶和咖啡里的绒酸会干扰食物中铁的吸收 咱们建议饭后一小时内不宜用茶和咖啡 专家提示老人补血需要积极增加主食和各种副食品摄入 且保证能量、蛋白质、铁、维生素B12、液酸和维生素C供给 提供人体造血必需原料 需要合理调整膳食结构 适当增加动物性食物的摄入 如鸡肝、猪肝、羊肉等 也需多进食水果和绿叶蔬菜 如果贫血严重 可以选择铁强化食品和营养补充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